大同大同 还在用传统的压力锅吗 那就太落雾了 向聪明的您隆重推荐 锅具之王 大同不锈钢电子压力锅 采用智慧化电温控制 安全无虑 顶级炒后不锈钢内锅 绝不粘锅 好清洗 适合烹煮各种料理 我爱用大同不锈钢电子压力锅来做烹调 它有压力 你没压力吗 大同不锈钢电子压力锅 料理没压力 各位好 我是林慧宜 今天我们要利用大同不锈钢电子压力锅 教大家做一道不太好做 但是可以做得非常好吃的红烧牛筋 我们现在大家来看一下所要用的材料 红烧牛筋我们用的是牛筋三条 大的红萝卜一条 洋葱一个 番茄两个 红辣椒两只 葱 姜 八角 酱油半杯 老抽一茶匙 另外配一点冰糖 红达西 还有一点胡椒和料酒 我们通常呢 来做这个 红烧牛筋的话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牛筋呢 又韧又硬 很难把它吃到油这个 又软嫩中间呢 还有一点这个咬劲啊 所以呢 我们交给大同不锈钢电子锅来做的话呢 电子压力锅来做 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当然材料要准备好啊 那现在呢 我们准备一点这种所谓的辛香料啊 准备一点这个葱 葱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切成的长段就行了 那么姜的话呢 准备一点姜片啊 那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是红辣椒啊 我放这个红辣椒的目的呢 是希望这个红辣椒呢 不要切开 因为红辣椒不切开的话呢 待会儿吃的时候呢 它里面有一种辣椒的这种辛香 但是不会辣 但是呢 整个做出来呢 就非常的好吃了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准备的这个胡萝卜啊 就要把它切成这个滚刀块 好 滚刀块呢 其实就是顺着这个刀纹呢 这样子一直去滚 有时候滚的是刀 有的时候呢 滚的是胡萝卜 不论你怎么滚 只要把它切成这个 不规则的这个形状呢 就可以了啊 红萝卜呢 一定要配上有油呢 它才会好吃 所以呢 我们在烧这个牛筋的过程中呢 牛筋本身呢 就有一点油分 那么这样进来的话呢 它就会很好吃了 洋葱的话呢 就是切这个大块就好 好 番茄的话呢 也是去切成大大的块啊 通常就把它这个 一切四就可以了 看番茄的大小而定啊 到最后吃来的话呢 番茄跟洋葱跟胡萝卜呢 都像化掉了一样 但是呢 它的香味就留在里面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准备 这个牛筋啊 你所看到的这个牛筋呢 通常呢 要把它切块以后 用滚水汆烫过 汆烫过以后 它才没有血水才比较干净啊 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呢 上色 通常的话呢 我们红烧的东西 少不了的是 葱姜八角酱油酒 冰糖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要把酱油呢 跟酒拿来拌 可是请您记得 我们在做压力锅的时候呢 可能放的汤会多 那这样酱油色呢 会掉 所以呢 我们加一点点老抽 来增加它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酱油呢 是淡淡的 可是老抽的颜色呢 就深了 就很漂亮了 好 除了这个酱油跟老抽之外呢 我们另外呢 再放上这个八角 然后再放上冰糖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锅以前 有个小动作可以做 当然你也可以把所有的材料 都往锅里头去丢 可是呢 都往锅里头去丢的话呢 颜色就没有那么漂亮了 所以呢 我们用一点老抽 跟酱油呢 淡色酱油呢 混在一起 先把这个牛筋啊 先把它上色 然后呢 我们再来做 就会很好吃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锅打开 请您看看这压力锅 它这边呢 当它关上的时候呢 是close 要open的时候 要这个对准它 这样一转过来呢 它就开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打开 那么打开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材料呢 往锅里放 首先呢 我们就把我们切好的姜片啦 这个葱啦放下来 再把辣椒放进来 那么同时呢 你可以把这个洋葱放进来 然后呢 再放上一点胡萝卜 那么然后 我们才把调好的牛筋放进来 那么这颜色呢 很好啊 里面材料都有了 最后呢 再把剩下一半的胡萝卜 跟番茄加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开锅之前 我们要放水啊 差不多 放上差不多 两杯的水啊 放进来以后呢 就可以了 水倒不需要多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压力锅往上放 也是一样 先把open对好 再close 这样close好了以后呢 只要按上这个bing 让它烧得比较久一点 亮灯一亮呢 待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交给它就好了 像这样子的一个 不锈钢的电子压力锅 因为它的这个不锈钢层设计的非常好 现在灯亮了 声音起来了 表示它已经开始烧了 烧好了以后呢 它自动会放气 然后降温 我们然后拿出来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 你用的比较安心 也不会害怕 我们现在呢 要吃好的东西 交给它就可以了 等到所有的气都冒出来以后呢 慢慢它就会降温 然后慢慢呢 就停了 那么停的时候 你就很安全啦 你就可以开盖了 对不对 那开盖的时候呢 当然你就把它这样转开来 就可以打开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子 因为牛筋它需要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呢 如果为了让它烂到够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瓶的时候 让它烧完了之后呢 再焖一下 那通常我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把它放上去以后呢 交给它 我就出门去了 Shopping之后回来这段时间 其实它已经烧好了 然后它就自己帮我焖 焖的这个时间越长的话呢 它就越烂 所以就会很好吃 那如果要是牛腱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meat 那么来烧 那么两锅分开烧以后 最后呢 再混在一起 就是牛筋牛腱就混在一起 那不是做一个金腱的牛肉面 不是很棒了吗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锅 那这个呢 就把这个close的地方呢 转到open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大家看 哇 这一锅里面热腾腾的 很新鲜 很油亮的样子 非常的香嫩 那么吃起来口感也很棒 那么拿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倒进这个锅里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吃 而且呢 这个 刃中呢 又带一个这个嫩的感觉 真的是蛮棒的 那么 平常在家里头 如果要做一锅好吃的牛肉面 或者是牛筋面 或者是筋肉面 就照我们教的这个配方 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 只不过是要记得 牛筋用meat的功能 牛腱用beam 就像烧红豆汤一样的功能 那么烧完以后 如果再焖一下 它就更烂 那么两只汇在一起的话呢 就好吃的不得了了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观看